雙倍大眼術 想要學會這種自然的雙倍大眼術嗎? 那這一期一定要認真看 會利用到眼影加眼線來橫向放大 睫毛加臥蠶達到縱向放大 純純乾貨還是建議先收藏 第一眼影的部分可以直接用收容盤裡面的灰調來做打底色 因為對新手跟轉化眼人來說 這種色調比較不會出錯 很好暈染而且消腫的效果顯著 會用最淡的顏色 再來整個眼皮大面積的鋪色 下眼影貼著睫毛根部用魚粉掃過 眼尾這邊可以像這樣子連接起來 沾色來加深眼尾 大尾要比第一部的顏色再窄二分之一 腫頭眼可以加深整個上眼皮的折內 用眼線液在眼尾順著眼型 平拉出一條線 長度不要超過眉毛 然後跟下眼點連接的地方 形成一個三角區 把眼頭輕輕的拉開 加深內眼線 下面這條也要補上 覺得不自然的話可以拿一個棉纖 稍微暈染一下 接著叫你去深色的眼影來畫眼點下至 注意這邊洗筆的位置是在瞳孔外側 然後開始向後拉 最後用扁平的細節刷來暈染這條線 你們會發現下眼尾這邊留了一個三角區的空白 遮起來也不需要沾太多 我們等刷子稍微有點乾之後 再貼著下眼點來提亮 看一下眼線分布的區域 瞳孔下方是留白的 放大眼睛最重要的就是刷出太陽花睫毛 睫毛用小把的細節夾 分三段慢慢的夾翹 刷睫毛的手法也是會影響持妝度的喔 把刷頭的膏體給刮一刮 一定要從睫毛的根部開始 原地左右機制抖動 然後再平行的往上刷 這樣刷就不怕有蒼蠅腳 而且會有一種內眼線的效果 下睫毛在剛剛留白的位置刷出一處處的效果 用睫毛夾這樣抵著下面 就不怕蹭到眼皮 睫毛膏是巴貝拉的 你們看到這個刷頭超級細小 完全可以照顧到細節 刷完瞬間就有存在感 主要是一整天下來也不會塌 效果你們也看到了 是不是蠻厲害的 最後用棕色的眼線葉筆 垂直皮膚 畫出兩三根下睫毛 最後就是臥蠶了 一樣先佔取深色 在手上把魚粉給蹭掉 微笑 找出突起的地方 第一筆是落在瞳孔的下方 然後再向前向後暈染 喜歡自然感的體諒 就用這種啞光的淺色 喜歡浮誇一點就繼續疊加 珠光在眼中還有眼頭 再加一個讓眼型 瞬間變長的小技巧給你們 用深色去延長 雙眼皮的這條線 是不是眼型就變長了 是不是畫完了變得超級有神 你們快給我學 好啦今天就這樣了 還有問題可以再評論問我 多謝各位老闆 小紅書 這邊是對我而言的無效化妝 而這邊是可以揚長臂短的有效化妝 今天是有效化妝教程 我們先來對比一下 為什麼說另一邊是無效的 首先這個挑眉和斜向的腮紅 讓我原本就長得連血上加霜 這個假睫毛 讓我的雙眼皮變得更窄 搭配上有存在感的眼影 整個視覺重心是向上走的 對中庭很不友好 修容從眉頭打下來就很生硬 鼻也沒有另一邊小巧精緻 人中也比另一邊長很多 個人感覺就是這女的化妝了 長得還挺一般 而這邊就少了一些誇張的色彩 多了一些結構上的調整 我們先從底妝開始 用量一定要少 均勻一下膚色就可以了 然後再拿一個 潤一點的亮膚色遮瑕液 用前段時間特別火的熱馬 及六筆提升遮瑕法 給臉部做一個提升和遮瑕 看一下這邊臉 就有一個很飽滿的效果 眉毛就用一根極細的眉筆 順著毛流的生長方向去填補空隙 這樣畫出來的眉毛就很自然不死板 眉尾也不要收尖 就像自己的毛流長成這樣的效果 眼影就用一個淺棕色給整個眼皮打底 眼尾給它提上去 一鍵消肿 修容就從眼角開始過渡到鼻梁 讓山根往下移 還有線畫到陰影 讓鼻頭翹上去 鼻頭上方再畫個陰影 翹起來的感覺就更明顯了 鼻翼也刷兩下就收進來了 最能改變眼型的就是握殘 先確定最寬的點再往兩邊過渡 畫出來就是這種淺窄後寬的效果 用深棕色填補一下睫毛根部 讓眼尾有一個下至的感覺 再順帶一下眼頭眼尾的眼線 整個眼睛就不知不覺變得有神了 我最大的問題就是臉比較平 所以會用一個白色的啞光眼影去提亮一下這幾個地方 尤其是面中淚勾法令紋這些位置 提亮好了就飽滿很多 提亮臥殘的面積也是淺窄後寬的 這讓它鼓鼓的特別可愛 用一個淺色系的腮紅打在面中 順帶臥殘也會有一個膨起來的感覺 睫毛的部分就刷一層打底就可以了 盡量讓它保持乾淨根根分明 下睫毛我會用睫毛膏刷的更長一點 我眼睛比較圓 所以會拉一個細長的眼線 眼尾再補上幾根下睫毛 就畫這種一短一長的 沒有畫很誇張的下至 也會有很好的放大眼睛的效果 口紅就是把黃色的部分收進去 紅色的地方運出來 就是一個很飽滿的微笑唇型 對比一下這邊平平無奇 而另一邊就自然簡鈴又有神 當然每個人都不一樣 可以根據適合自己的再做調整 希望能給你 小紅書